再來我們是要講第二邊 第二邊就是 中國大陸是他怎麼樣去解決交流阻塞 跟空屋 那他現在一個辦法就是採取摸彩抽籤的方式 也就是說 每隔兩個月或三個月 那不同的都市有不同的做法 就是 你要有這個身影拍照 抽籤 從前以後 那 我這邊寫的end all 有些城市怎麼辦 是純粹用摩爾柴的 有些城市怎麼辦 純粹用拍賣的 有些城市怎麼辦 兩個都有 兩個都有 用這個來提供車輛的牌照 那你知道就是說 其實當然台灣也有官員貪污 其實中國的官員貪污非常臨重 中國官員因為就是說 想要買車取得牌照量很多 可是你能夠透過摩爾柴或者是拍賣 拿到車牌的人很少 比例很低 所以官員就有五幣的空間 像中國有一些官員代表官 都在摩爾柴做幣 做幣 做幣 所以這個 樂透是可以做幣的 做幣的 因為它必須要經過這個電腦 電腦如果有辦法有人管控 操控的話 就有辦法做幣 一個就是透過拿 這個我這邊就講的貪污 貪污這個bribery 就是收費費落 extortion 它就主動的 官員就跟你講 這個拓 拓就是我們那個洗衣服 扭 它把它扭乾 一個就是出來 把它扭出來 扭出來 扭出來的話 把它炸取 譬如說 要錢 另外這個bribery就是 賄賂 譬如說 譬如說 有一些 有一些 研建商人 或是有一些 特種行業 它明明就是說 偷襟摸狗 偷襟摸狗 那個消防設施 或者桃圈設施 或者是這個 就是那個 榮基利 亂搞 幹嘛 我就 就要這個inspector 幹嘛 我就給它一些好處 你就過關了 過關了 過關 那這個clonism clonism clonism 就是跟你這個 私交非常好的 這一些 好朋友 clonism 輕貴 輕貴 clonism 就是什麼 欸 這個我今天 我今天當了這個大官 那老闆呢 然後我就是把 這個相關的這一些 工程業務 就已經指定 給我認識的親戚朋友 或者是我的小生 為什麼我怎麼去做 它叫clonism 那 那 在台灣跟中國大陸 我們常常講什麼 錢貴日本主義 clonism capitalism 為什麼 就是 有很多的大事業老人 都是跟這個政府高官 有關係的人在做 這個叫做clonism capitalism 另外一個叫 nepotism nepotism nepot這個字是什麼 這個字叫做外生 外生 那這個字怎麼叫什麼 叫做 那個 用人為親 為親 就是前代主義 因為那個在中世紀 中世紀 中世紀天主教 情力很大的時候 天主教很腐敗 非常腐敗的時候 就是那個 教宗 都有情負 有失先子 可是他不能夠講 就是他的個字 所以他叫什麼 叫做這個 nepot 就是外生 外生 所以奇怪 莫名其妙 為什麼有那個很年輕的 18歲 24、25歲 然後就被教宗封為 這個所謂的 大主教 米蘭大主教 佛羅倫斯大主教 你要知道那個時候 被封為一個大主教 幹嘛 很肥的 如果一個大城市 如果不是有這一個 像威尼斯 他們是有威尼斯共文國 自己的貴族 在管 你現在那個所謂的 佛羅倫斯怎麼辦 就是大主教的地盤 或是這個 奧地利的薩爾斯堡 那個是大主教的地盤 所以什麼 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是天主教的 教民貴侯館 那個地方所有的財產貴侯館 那種肥的 非常好 這叫任能為親 那Grab Grab 這個字本來是農業用的 就是嫁接 有沒有 沒聽過 就是我們不同品種的 把它什麼 把那個枝條 接過來 讓它產生新品種 叫嫁接 這個字是什麼 這個字叫什麼 就是不當的利益輸送 不當的利益的轉換 那imbezzlement 這個叫什麼 就叫做監總制大 監總制大 譬如說你這個官員 你可以經過你守的是 1020億 這個怎麼辦 你就誤了這個 誤了這個兩億 我這個中國最有名的 每一次這個中國發生 某個地方什麼 大洪災 大漢災 然後皇帝都說 我們要震災 愛民如子要震災 過出這個五千萬兩 然後呢 大家都要注意聽 我們派某某某的傾差大廠 爽了爽了 爽了為什麼 因為發財了 這個 這個 按照 按照中國歷代的官場的話 黃帝撥五千萬兩的話 就是他 他這個傾債大人 先拿下一半 拿下一半 那他到山東省去震災的時候 山東省的行府 又拿一半 到各縣市區又拿一半 所以分到老闆去手 這樣就沒幾塊錢 沒幾塊錢 沒幾塊錢 那 再堅守事態 那全世界一種大都會 他為了要解決這些 塞熱問題的話 他都一定要發展成這個 很現代化很有效力 很大規模的public transport 就是這個大眾運輸 大眾運輸 換一個叫public transit public transit 這個 漏掉public transport 這個其實也是自首自根自尾的 public transport 就是拉利文的門戶 門戶 譬如說 為什麼港口叫public 就是門戶 機場能講 從空中出入的門戶 叫什麼 Airport 所以立文翻譯得非常好 叫什麼 空港 空中的 港 請問一下什麼叫passport 就是我有一個東西 憑這個東西我可以過什麼 過出入口 過關 破 為什麼叫出口 從門出去 為什麼要進口 從門什麼 進來 有沒有 那個是x 有沒有 i am 對不對 那機場出境叫什麼 deport 為什麼 從門口讓他怎麼辦 離開 所以這個是自首自根自尾 trance trance 變化轉換跨業 讓老百姓怎麼辦 在各個出入口怎麼辦 變化轉換 為什麼叫trancing trance trance 就是轉機嗎 過境嗎 對啊 就什麼 這個id id就是go 你們有沒有背後一個字叫形成 itinary 背後沒有 itinary 這個叫形成 請問一下出口叫什麼 出口 exit exit exit就是go out exit 就是這樣來的 你知道有一個字叫入口 可是已經很少人用 叫什麼 就是in it in it 知道嗎 in it 知道嗎 in it 得不到 所以就是自首自根自尾 非常好用 mass mass mass是群眾 大眾 mass transit 看到沒有 mass transit 大眾快速運輸 大眾快速過境 大眾快速過境 澳門 胡志強 偉大的這個博士 台東市市長的時候 什麼 急救章搞一個什麼 BRT 現在已經被林大龍啟銷了 因為 我跟妳講 這個BRT有分級的 就是妳是那個 Level 1 Level 2 Level 3 Level 4 台中的BRT 因為是急救章 什麼都沒搞好 所以國際認證的 台中的BRT 就是最低級的 全世界最好的BRT 搞得最好的 是廣州 跟那個 這個 這個 朱江湯海中的廣州 還有這個 墨西哥的什麼 Mexico City 他一天過可以運算 上百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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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這個 所謂BRT BRT 如果是Level 1 幹嘛 第一個 他一定是專用車道 第二個呢 他怎麼辦 專用了什麼 夜台 聽到沒有 再來呢 一定怎麼辦 所謂的 付費 一定是在上下 之前之後 處理 你不能夠像一般的公車說 我上去 才抓卡 什麼 不行 也就是 Level 1的BRT 其實怎麼辦 其實就是 類似我們的捷引地鐵 你知道嗎 所以為什麼 台中的 是被人家列為最低級的 因為他基本上 就不夠可 不夠可 因為他就是急救章 想要在進行連任之後 搞個政績 可是問題是 這個急救章 就會很爛 很爛 很爛 可是你這樣就要有驗票 蛤 因為他就可以 不用票就上去 對對對 就要有驗票 對 再來是還有什麼 還有就是 城市裡面叫公車 像台北市都要去公車很多 還有公車專用大 還有幹很大 Tronie Buses 這叫做無軌電車 train train 有軌的電車 你有到過香港 香港Torova 那個就是train 有沒有 有到過旧新車 就應該那個是 有軌的電車 就是train train 有那個無軌的電車 就是上面 上面還是有那個電的 可是我地上是沒有軌道 沒有軌道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所謂 我們還有輕軌 輕軌 那個高雄 高雄現在就是輕軌 輕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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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軌的話就是低音量 低音量 那速度也是不快 摩摩摩摩 你如果到過雪魚就看過 他是單軌 單軌一個軌 比較胖一點 他把他包住 單軌 他怎麼辦 他是光光用 所以速度也是不快 那也是低音量 那比較大音量呢 就是什麼 subway subway subway就是底下 位於陸 陸底下 比較地鐵 你也背過 衝突自衛也背過 submarine submarine marine就是海 sub 海底下 潛艇 潛艦 潛艦 那有些國家叫subway subway 然後呢 像 英國 倫敦的話 除了subway之外 還叫tube tube 因為倫敦的地鐵 它是軌道 可是它是這樣子 它這個建築是這樣子 圓形的 管制 tube 根源是因為這樣子 對 就是因為它的建築是圓的 像個管子 那個管子 那安德國安還簡單 另外一個講什麼 它叫 地面下面 所以這個地鐵 那到底為什麼叫metrop 你說巴黎也叫metrop 很多國人都叫metrop 為什麼 因為 也是自懂這個意思 你尾巴有polis 這個字是現在我們的詞釋 那怎麼辦 那那個 Mekalo Mekalo 特大 特大詞釋 這就是大都會區 大都會區 然後呢 cosmopolis 就是像台北市 如果是Mekapolis怎麼辦 就是等於台北市跟清北市 大概這樣大都會區 人在一起 然後cosmopolis 就是宇宙 就是國際性的大都會 比如說你去紐約 哇 全世界大概各種門種 各種魚 各種料理都吃得到 這是國際性的大都會 所以我們問它一個人怎麼辦 他是世界公民 cosmopolis 光 totalmente cosmopolis 操raf